哈喽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生产区域 我们现在的话大概里边有20多个车工 然后机器设备的话大概有四五十个吧 可以容纳四五十个工人 然后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厂里面的设备 我们厂里面的设备以日本进口的设备为主 因为日本的机器的话相对来说的话 就是保养会比较简单方便 而且就是比较耐用 在意者来说的话 日本的进口的设备的话 就是档次也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这台机器是来自于日本的森本 是属于一台马王袋的机器 就是它可以做一些牛仔裤的一些马王袋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就是牛仔裤或者休闲裤的裤盘 它一体成型 做出来非常美观漂亮 然后我们的针织设备全部是来自于日本的Yamato 就是大和 大和的话基本在针织设备里边也是属于一个一哥的地位 这个是大和的考编机 然后我们的平车是来自于兄弟的7300 603系列 基本上在现在的平车里边属于一个比较顶级的一个设备了吧 然后现在的平车都是也是比较偏智能化 它都是触控屏 然后可以做固件升级 然后我们的厂里边的双针机是来自于日本重机的一台双针 然后接下来继续介绍我们的针织设备 然后我们的牛腿也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Yamato 然后这台设备的话可以做一些领子之类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是介绍我们的卷底牌的机器 也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Yamato 这一台机器是带左刀的 就是可以就是你比如说你做T恤下摆 然后它可以就是说做的时候就把下摆多余的边全部都切掉 它是这是一台带刀的机器 当时买过来是非常昂贵 一般工厂不会用 一般工厂不会去用这个品牌的左刀 然后这台是拉腰机 也是来自于日本的森本 然后主要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主要是做一些松紧 腰部的松紧 然后接下来介绍我们的三针五线机器 这台是小方头来自于日本的飞马 我们的针织设备一般做的比较细化 然后小嘴有专门的小嘴的机器 这一台是来自于台湾的金轮 当时买的时候这台小嘴也是属于比较昂贵的 在当时来说 然后我们做牛仔卖夹的机器 是来自于重机和Union Special 合作的 合作开发的一台35800 这台机器就是说熟悉牛仔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这台是卖夹里边的绝对的王者 我们苏之类产品其实也是可以做的非常非常细化的 珠编机也是厂里边本身就有的 然后这台是真珠编 就是珠编的话就做出来是两边是一样的 就跟手工做出来的是没有 基本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这台的话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重机的密烤机 这台机器主要可以做一些布章的一些密烤的考编工作 然后台版什么都是可升降的 这台机器当时买过来的时候也是属于比较昂贵的一台机器 我知道很多工厂的人台可能都用一些国产的建制什么 可能他们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当时我们开厂的时候就所有东西 硬件设备的话就尽量都做到顶级 我们的人台是来自于法国的百年品牌Stockman 就大家懂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像迪奥 像奈尔 他们的橱窗里边 全部都是用的这个牌子 这个一个人台的话 可能目前市场价也要1000多欧 可能很多工厂都有粘衬机 但是可能懂的朋友就是都知道 就是像重机的粘衬机 可能大家很少很少有人能见到过 但是我们工厂用的是重机的粘衬机 这边是我们的后盗区域 我们的后盗区域采用的设备也全部都是兄弟和重机 都是属于日本比较好的品牌 烫台的话可能大家也见过很多 但是像重机的日本原装进口的套台 可能包括做服装厂的朋友 很多也都没有见到过 但是我们厂里边的整套设备 全部都是来自于重机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裁剪区域 我们的裁刀全部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伊什曼 然后懂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裁刀 伊什曼和那个当时我们龙门刀那个牌子的KM 两个是属于最顶级的材料品牌 然后那个给大家就是稍微浅浅地做一下秋冬的预告 像我们秋冬的产品 可以就是很简单明了去拍给大家 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 像我们用的作为服装配件的类的材料 全部用的都是进口的真皮材质 可能就是说我敢断言 就是现在市场上边90%的商家说自己是真皮 但是实际上都是用超鲜和PU材质去做的 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很光明正大的去拍给大家去看 因为现在市场上边就是大家很难去分辨一件衣服用的材质 到底是超鲜还是真皮 因为现在超鲜特别是绒面的 做的和真皮的相似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然后那个像我们作为配料来讲 就是这一整张皮 作为领子的一小点辅料 只能下四到五件衣服 那我们下一次是更多的不同的材质